大家好,我是十一玉兰 一起来关心3月2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首先来看到观光局东馆处下去的风景区 现在变成了垃圾场了吗? 近日来就有民众发现泛州起点的瑞瑞大桥下 以及封冰箱及其海水浴场 招人丢弃了垃圾建材废弃物 大型家电用品等等 甚至还有弃养的小狗都有令人傻眼 接获通报的观光局东馆处是痛斥表示 已经拍照纯正揪出没有功德心的人进一步裁罚 风冰箱接起海水浴场 海天一色的美景令人心神舒畅 不料20号 院区居然出现电冰箱洗衣机等大型家电用品 海水浴场成了缺德的人任意丢弃垃圾的地方 附近居民看了傻眼 也怒斥缺德之人的破坏行为 让我觉得是非常没有功德心的 因为像这样子的一个很很漂亮的一个地方 然后被人家这样子恶意的丢弃 其实我是觉得除了没有功德心之外 应该要赶快把它审制以法 不然他到处恶意的丢弃这些废弃物 其实是非常不好的 我们是今天早上才听到有人跟我们说 就是有人在那边丢弃 那后续我们也有报警处理 缺乏功德心的行为还不止在东海岸 华东纵谷秀孤栏西半洲起点的瑞瑞大桥下 只见大型遮雨布 木头水泥块等建材 被气物几乎掩盖住了桥墩 污染溪流和船生态 也危及到半洲活动的安全 也与这些景点皆为观光局东莞处管辖区内 现在反倒成了任人丢弃废弃物的垃圾厂 东莞处深怒 已经采样牌藻船阵 要揪出没有功德心的人来进一步裁罚 希望民众不要以为 没人管的一些停车场就可以乱丢废弃物 这个是很重的一个罚者 那东莞处目前又透过监视器 在调阅相关的一个犯行者 如果我们发现了相关的犯行者 我们就直接以观光发展条例来开法 甚至你们也可能会触犯到一个环保局的 一个相关的废弃物的丢弃的一些罚者 希望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观光局东莞处除了积极揪出乱丢垃圾者 另外招人弃制的垃圾废弃物 东莞处也携请第九河川局 以及封兵乡公所清洁队请允处理 并且也再一次呼吁社会大众 所以丢弃垃圾废弃物者 也将依观光发展条例第六十四条 财罚新台币五千元以上 十万元以下罚款 也请民众切勿以审视法 记者是玉兰封兵瑞瑞采访报导 ithiff作为中文字幕把封印档最高跟一向 文字幕把封印档最高跟一向 打工资料